50岁金星尽照曝光,台上台下太弱两人,后一正进险生活痛苦,娱乐圈中,金星是除了名的直言不会敢喷,金星背景一般,早前知名度也是平平,却也是这么泼辣毒蛇,不怕得罪人,也因此他人气爆棚,从一个舞蹈人。 金星成为圈内一线大咖,更是开创了一个属于自己收视极高的脱口秀栏目金星秀,在年轻的时候,金星选择了进行变性手术,随着自己的系来走以后的路,要知道当时可是1995年,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,要承受多大的压力。 而金星的变性经历,对他来说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,也是他这辈子最不想再回忆的过往吧,因为那时候变性手术,不像现在这么成熟,他在其中受的苦是万人难以想象的痛。 经过一轮的痛苦之后,金星如月成立一名女性,在舞蹈这个行业名气越来越大,甚至于远播国外,在事业的巅峰期,他还生活了第二段婚姻,与德国丈夫看思相知相恋相爱,婚后为了愿自己一个做妈妈的梦,他收养了三个孩子,熟金一家五口很是幸福。 熟金金星,你已经五十岁了,他的人生一半是男,一半是女,可以说经历过很多,而且说到底,变性手术对于人气的影响还是很大的。 就连他自己也曾经说过,变性人活不了多久,寿命比不上普通人,金星平常在舞台上总是魅力四射,被PS进照,皮肤粗糙,浸血男子气感,有王妖表示。 这才是真实的金星,笑起来像一个大老爷们,退去农庄后的金星素颜兆,确实让人有点猛。 对此,也有网友调侃,化妆全是欧地,化妆后美成范冰冰,虽然金星也多次玩苦范冰冰,说他永远是个金锁。 不过网友的这个比喻导也不是没有道理,金星真该好好做做保养了,毕竟那么多钱攒着也花不完啊。 更有圈内好友曝光了金星的素颜照片,不化妆的金星甚至有点吓人。 从远处看去就像留着长发的男人,金星做变性手术的时候,变性手术还不完善,现在问题已经在金星身上表现出来了。 就算化妆后的金星也充斥着男性荷尔蒙,变性人数前数后都许可服激素,停止服用将变成无性人。 变性人的寿命都不长,大概只能活到50岁。 不过,想达到自己的女人梦,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,不管怎样还是希望她的身体能早点康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